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吉隆新闻 我是蔡小春 新闻一开始 要先带你来看 金融城市博览会 即将在4月22号登场 金融市政府宣布 将与业者合作 推出城博会期间 限定的水上观展 及高铁假期 民众只要线上预购 就能在城博会期间 搭乘金融之心豪华客船 从水上市角 欣赏基隆 或者是乘坐高铁 以全新的角度 体验金融日夜美景 4月15号前线上购买 前7000名的旅客 还能获赠城博会的 限定版乖乖 第一次有高铁的 套装的游城 把我们金融规划进去 我想这也是金融 我们观光旅游的 一个推动上面 很大的新的一步 金融市长 林又昌开心宣布 即将在4月22号登场的 金融城市博览会 两大亮点 水上观展 及高铁假期 两大游城 其中水上观展部分 3月17号下午2点起开卖 将由大鹏湾游艇公司 经营的豪华游艇 金融之心 在城博会期间 每天从基隆销停码头 直达正兵渔港色彩屋 让民众以水上视角 欣赏金融地标等城市 山海风光 来看展 绝对不要错过 基隆漂亮的景点 跟特色的游城 这一次特别搭配 城市博览会 我们让过去 大家一直觉得 如果能够从水上来看 基隆 这件事情是一个 非常有亮点的游城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首先我们跟 这个南人湖集团 旗下的大鹏湾 观光游艇公司 来合作 城博会的水上观展的 这个游城 那这个水上观展呢 是首次 在这个基隆推出 那这个城博期间呢 我们每天的上午10点 会提供 平日有12个行次 假日有16个行次 高铁假期部分 则将从3月25号起 以超优惠价格贩售 要请民众从高雄左营起 沿站搭乘高铁 到台北后 再透过国王客运转程 轻松抵达基隆观展 这项高铁首度 针对基隆规划的旅游方案 还分AB两套游城 让游客畅游 和平岛公园 海客馆 及基隆渔等知名景点 A行程的话呢 如果是买这个 左营到台北的来回车票 单程是1490 来回是2980 那么2980 它就含上了 我刚刚提到的 来回的高铁的这个搭乘 那么再加上呢 国光客运的接驳到基隆 那么到了基隆之后呢 我们现场的一个 专人的导览 再加上水上游城 的这个导览 最终还有一个 和平岛的路员 这样子只要2980 也就是买了车票 游城免费邀请你来 基隆旅游 这个B行程呢 更加精彩 因为B行程里面含上是 除了来回的高铁车票之外呢 再加上从这个 这个导览的会场 一样有这个现场的导览 再从这个导览的这个会场呢 到我们的海科馆 那海科馆呢 近期有一个很轰动的 这个新馆要开幕了 我们也含在这个行程里面 那最重点的是 我们都知道基隆 有一个很好的 这个海上的游城 叫基隆雨 本次的高铁假期 也把基隆雨 这将近四个钟头的海上体验 包含了海上的这个巡航的导览 包含了这个登岛 而且不是只有登到基隆雨 还要攻顶 这样的行程 含到里面去 其中水上观展部分 民众在4月15号前购买游城 除了想找鸟优惠价外 前7000名旅客还将获得 城市博览会专属 航向世界的乖乖衣包 高铁假期部分也推出二日游行程 希望邀请民众到基隆参观 城市博览会各展区 并透过全新视角 亲身体验 基隆日夜美景 大高铁由基隆 成果限定 记者张启腾 基隆报导 配了基隆国门广场工程的商圈适用创新计划 基隆知名烘焙业者也自掏腰包 将位于海景第一排的中一路旗舰门市 重新拉皮改装 同时推出了围棋一周的快闪优惠活动 希望透过价格折扣回馈基隆市民 面包店里门庭若市消费者在柜台前等着结账 这家位于基隆市区中一路旁的知名烘焙方旗舰店 在重新装潢后盛大开幕 为了配合基隆市政府国门广场工程的市容创新计划 位于海景第一排的烘焙方 浩之重新拉皮改造 希望提升基隆港周边市容景观 也给消费者更好的购物体验 配合基隆市政府的街道整形计划 那就是把中一店的整体的形象提升 那还有那个整个市容的感觉 就是市容更接地气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店面是比较有文青风格 然后就是里面有很多就是 方便市民朋友们可以买到很多更不一样的东西 纯白的墙面加上绿色门框及大片玻璃 据穿透感的店面设计很有文青风 让消费者一看到就很想进去逛逛 很新很特别 让人家在外面看就很想进来 对 包括乐销商品 褒奖吐司 可爱的海洋生物造型面包 以及草莓季季节限定蛋糕等商品 琳琅满目超吸睛 而在俄乌战争开打后 国际原物料价格纷纷上涨 烘焙方制作成本也大增进三成的情况下 业者透过围棋一周的开幕系列活动 包括买200元送100元 以及指定时段限时特价的每日快散等 希望帮消费者减轻负担 中医店门市是买200送100 那当天加入会员的话也有20元购物金 对 然后我们今天呢 就是有为期7天的快散活动 那今天是限时特价250元的仙草莓长条蛋糕 对 那每一天都会有不一样的限时折扣 那希望大家可以趁这个机会来享有好康 除了有每日快散优惠外 活动期间消费者在六间门市购物满300元 还可以参加抽奖 有机会获得价值超过2万元的知名空气清净机 深耕地方31年 这家金融知名连锁烘焙方 希望以全新风貌的购物环境 及健康无负担的幸福滋味 回馈金融市民的支持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前一阵子 金融连下了50几天的雨 金融市中正区中传入 向内民宅后门 传出土石崩落 险压到民宅的意外 市员南命皇邀及相关单位会刊 发现是中正国小已拆除的废弃宿舍 原址下方的挡土墙 未做好排水造成 因此要求教育处 尽速编列经费来改善 打开住户二楼阳台 挡土墙出现了军列 甚至有掏空现象 担心挡土墙会坍塌 影响到下方住户 市议员南命皇紧急会刊 由于挡土墙属于中正国小校方土地 因为基隆多雨天气 地面容易长青苔 里长及南命皇都担心 学童的通行安全都会受到影响 因为连日下雨 冬天基隆又容易下雨 所以容易长青苔 那这个部分呢 这边又会比较滋滑 那对学生在移动的时候 会比较有危险 那这个部分也要感谢 感谢医员坐这边来协助帮忙 来做情绪工作 做一个清除的一个动作 让学生的上学能够更难选 这边都是有定时来洗的 过年前来洗的 现在马上就长青苔了 通学步道早年因为没有失作排水设施 导致的积水严重 市议员南命皇要求区公所 尽快规划排水设施 来改善容易积水问题 这块地原本是中正国小的废弃宿舍 那么三年多前 我跟里长共同争取 把这个废弃的宿舍拆除 同时把整个地基整坪 主要就是作为 我们学童上下课的一个便道 但是三年多来我们发现 整地的时候可能排水沟 没有做得很完善 所以三年多来我们发现 这里非常容易的淹水 那这一次可能因为 基隆年下了五六十天的雨 积水非常严重 而且长满了青苔 对我们学童上下课 可以说非常的不方便 也有点危险 所以校长特别要求我们来改善 另外我们也发现 整个党组长的边坡 已经发生部分的土石崩塌 而且冲进民宅 造成我们下方的民众 非常的恐慌 所以今天我特别请 区公所跟教育处 一起来协调改善 那原则上我会请区公所 尽快的针对青苔的部分 来进行清除 同时也同时来规划 整个排水沟的改善 以避免未来继续的发生 积水涨清胎的现象 那么最重要最急迫的 还是请教育处赶快编列经费 针对土石崩塌的部分 来进行土石的改善 以确保我们当地民众 生命产生的一个安全 通学步道将进行 清胎的清除工程 再次做排水设施 让学童上下通行更安全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道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3月14日宣布金融市 新增了一例本土确诊病例 金融市长林又昌 再次呼吁市民 尽速施打第三剂 提升自我保护力 金融市环保局人员 紧急在仁厄路 港溪街及金融长根医院 附近进行消毒 因为3月14日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公布金融市新增一例 本土确诊病例 这名个案为一名 20多岁的女性 金融市卫生局 紧急匡列 5名同住家人 及3名职场同事 另外个案在 3月13日晚上 曾在某火锅店用餐 卫生局也匡列 该店9名员工 及4名同时段用餐的客人 进行PCR采检 并安排居家隔离10天 而在进一步一调后发现 个案在发病前7天 曾与有人到金融市 某KTV欢唱 因此增加匡列 KTV同行6名友人 及3名外场服务生 根据他所致诉的 初步的一个疫调的结果 因为他在13号的时候 有到本市的某家 这个火锅店去用餐 那那个时段 用餐的民众并不多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 这个餐厅的员工 总共有9个人 还有同时段用餐的客人 有4名 总共14人 进行PCR的一个采检 那采检结果在昨天晚上 也已经出炉 通通都是阴性 那我们也已经安排 居家隔离10天 那另外 我们也扩大 去进行疫调还有框列 为了审慎起见 所以他在这个个案 他在发病前7天 那他曾经跟有人到本市的某KTV 去唱歌 所以我们有10名其间 就把框列的给名 包括这个6名是提醒的 其中5名是我们建设的 有一名是台北市民 另外还有包括这个工作的 外场服务人员 总共有3人 全部通通扩大框列 然后进行这个 这个PCR 那PCR的结果也已经出来了 全部通通都是阴性 在疫苗部分 到3月14号为止 金融市第一剂及第二剂疫苗施打率 都是全岛第一 第三剂也已经突破5成 金融市长刘昌 再次呼吁市民紧述施打 第三剂最佳剂疫苗 提升自我保护力 因为其他年龄层的民众 我们没有进行集中的施打 那第三剂的部分呢 我们虽然都打得也不错 不过我也希望就是说 我们市民针对第三剂的部分 也能够踊跃的去 这个预约来做施打 因为现在只要预约就是 击倒 这个马上打 马上到就是马上打 击倒击打 所以也呼吁市民朋友 第三剂的部分 这个如果有意愿的话 就尽快施打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迈入高龄化的社会 辅聚的需求是越来越重要 金融市议员张炳君呼吁社会大众 如果家里有二手辅聚 可以给金融市辅聚资源中心 来回收整理 帮助弱势及有需要辅聚的民众 让爱延续 住在七土区的吴先生发挥爱心 捐出完好八成新的电动床 以及轮椅等多项二手辅聚 并且在市议员张炳君的协助下 联络由吉隆市政府社会处 委托伊甸基金会管理的吉隆市 辅聚资源中心前来回收整理 张炳君也呼吁社会大众 可以捐出不再使用的二手辅聚 让爱延续 可以帮助更多需要辅聚帮助的民众 有很多的家庭 其实都是相当需要这些辅助 辅聚来去使用 但因为其实因为他们受益家庭的经济状况 所以都买不起这些的辅聚 所以都会来跟我们辅聚中心 来去做借用的动作 但其实这往往这些资源 其实都是欠缺的 也让很多人想要借 不管是轮椅或者是其他的辅聚 往往都还需要排队 那我时候其实我们也借此在这边呼吁 就是说我们家里如果有这些二手 不要用的辅聚 其实都可以跟我们辅聚中心联络 让他们回收 然后整理之后再利用 可以帮助到我们基隆市 更多需要帮忙的人 然后来去做这个社会责任 当然我们也是感谢我们热心的吴先生 来跟炳君这边联络 然后来协助 不管是针对我们的医疗床 我们的轮椅甚至我们相关其他的辅聚 然后来做一个捐赠给辅聚中心 我们未来都希望更多人也一起响应 如果家中有二手不要的辅聚 同时都可以捐赠给辅聚中心 照顾到更多弱势的人 由于基隆市已经是高龄化的社会 预估再过三年左右就要迈入超高龄社会 因此辅聚的需求越来越重要 基隆市辅聚资源中心回收二手辅聚后 将重新整理修理 或是留下重要的零组件 消毒后再提供给需要的民众借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七堵国校有规划教室走廊和墙面 布置成学习步道 不过因为校方经费有限 在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穿针引线下 六堵辞奉工出手相助 捐赠十万元的经费 帮助学校建制这一条学习步道 也获得一年级学生 用歌声来回报感谢 七堵国小一年级学生 不但用嘹亮的歌声来回报 感谢慈奉工以及市议员张耿辉 对七堵国小的帮助 同时送上一年级所有学生 签名在上面的自制卡片 再次表达感谢 这是因为七堵区最大的小学 七堵国小规划经年度 在第一年级班级外面的走廊和墙面上 布置整条的学习步道 让小朋友可以透过学习步道 寓教娱乐 让低年级的小朋友 学习基本的英文数学和逻辑思考能力 不过因为校方经费有限 在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穿针引线下 位在六堵的信仰中心 慈奉工本着奉仕主神三公主娘的大爱精神 以教育为先出手相助 捐赠十万元的经费 帮助学校设置这条学习步道 让校方非常感谢和感动 可以来帮助小朋友学习 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校长一直都觉得 我们的社会上的人士 愿意关注我们的教育 那真的是我们的幸福 那也谢谢代表七堵国小师生家长 谢谢我们慈奉工的助持 跟功德会的所有的委员 还有我们张耿辉一座 慈奉工和市议员张耿辉都强调 感谢七堵国小给他们行善的机会 因为投资教育投资小朋友们 就是投资整个国家社会的未来 更是善的循环 以实际行动教导小朋友 今日接受帮忙 未来长大后有能力 也要回馈社会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感谢我们的校长 感谢我慈奉工的伙伴 大家来 我做这个义工 让我们下一代 让我们的社会更好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 这个小朋友 在受到我们各界上级人士的捐赠的时候 希望以后长大 我们如果说有赚钱 也希望说付出我们的能力 回馈社会 让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把这个社会变得更祥和 然后我们的经管金变得更好 非常高兴 尤其指控工真的做蛮多的事情 基本上是我们这个奖学金 弱势团体 弱势团体的发放奖学金 还有很多的公益活动 义副同志 我想借这个媒体的话 希望多给他们报导 很多的我们社会上 还很需要很多的地方 还是需要这些我们企业 还是我们热心的团体 大家一起来努力 一直来协助 校方表示 整条学习步道预定4月初左右 就能够完工启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许多人逛夜市 看到行动KTV 都会忍不住视唱 基隆夜市有业者黄志祥 最近就在脸书分享了 一名男高直升开金口 没有想到一唱惊为天人 网民大赞 台湾好声音 正茫茫茫茫的拔心 疼养疼 求你老子一 你没识心 男学生来到夜市 拿起麦克风试唱 上一首还不够 继续唱第二首 浑浑的声音 立即引起路人关注 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你说你感到万非去找 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走去都相信总是难免的 你有何故遗忘情深 这位夜市有一滩行动KTV 业者常在粉丝专业分享 民众的好歌喉 日前这位男学生 来到这滩试试麦克风 才一开口动容歌声 引起大家围观 就连台语歌也都难不倒他 他就点了一首台语歌曲 他就点了一首台语歌曲 第一首歌好像是唱 《黄花都失望》 然后唱完之后旁边的人就 被他的声音吸引 每个躲过去的几乎都会停下来听 然后我们就说 刚好也在直播 然后人就说 哇这个唱歌很特别 然后再唱一首台语国语歌 他为老板大战 男子有一副好歌喉 男学生甚至说 下个月要参加台湾选秀节目 这个现场听他的声音就是 他的 他虽然没什么技巧 但是他唱起来就是很很顺 就是你听起来很舒服 然后好像有听说他 下个月要去比红人保 定期会在夜市摆摊的行动KTV 经常会遇到民间高手 拿麦克风要如何唱出动容歌曲 老板透露秘诀 我们先把echo关掉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设备的时候 我们唱起来就会这样 我开始慌了 是不是我有做错了什么 声音就会变得比较单调 好那我们再把我们的回音器打开 声音就会变得比较单调 声音就会变得比较单调 也许你不会懂 从你说爱我以后 我的天空情绪都热闻了 那我们再把那个关掉 我愿变成童话里 你爱的那个天使 攒开双手 别在翅膀守护你 我们再把他打开 你要小心 小心我们回向童话故事 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这样亮亮 我个人因为做这一行 已经做了快十年 那其实我在唱歌的时候 我很要求这个喇叭的音质 所以呢 我去像我去KTV 如果觉得这间包压 欸不对 这个喇叭一边坏掉 我就会说 欸我们要换包压 那像我们的器材 其实是跟 比较外面不一样 就是说它是在讲究 比较清晰的 所以你会唱歌的人 你会发现 它那个声音出来 它是完全不会 把它的那个清晰啊 它的声音啊 那个盖掉 对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声音占5% 器材也要占5% 要不然你好声音 你如果唱到一次 很闷的喇叭 你这个声音就展现不出来 夜市里真的温虎长龙 只能说高手在民间 人哪是听到一个 无心没人 公罪是祖典 三个月 三个月 记者黄梢明基隆报道 知名作家林立清先生 在访基隆首站来到成功国中 这一次不再是 以作家的身份到访 而是以游喜公司的名义 来为成功师生 清洗校园内外的环境 维护师生行走的安全 强力水珠一称 原本长满青苔 会让师生滑倒摔跤的地板 顿时变得清洁干净 是知名作家林立清先生 成立的游喜公司 这个团队聘请弱势者 成就他们自力更生的机会 更可以回馈社会 其实是在疫情之后 看到说无家者 接有他们其实没有工作 工作机会很少 重新谋职的时候 其实也受到比较多的困难 那我们就想说 能不能带他们 做一点其他的事 重建自新 让社会可以接纳 让他们有收入 团队清洗西门红楼 蒙甲教会等地后 前进基隆校园 第一站来到成功国中 之所以会跟校园有所接触 是因为我们一个徐老师 跟那个林老师 同样在教会里面 工作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本来是在洗的是 比如说公庙 他从来没有进入过校园 那我们徐老师跟他谈说 那是不是有机会 进入校园来清洗 这些朋友做了整整的一天 到了晚上六点多了 他们才收工 那我在看夜自习的时候 他们还把所有的工具收好 很有秩序地离开的校园 以后比较干净 就是他这样做事 可以帮助我们校园的环境 然后也可以帮助街友们 找到一些工作机会 让他们重新回到社会 洗干净的地板和楼梯 换栏一新 令师生很感恩 也让长期关心成功国中的 市议员童子伟相当感动 我觉得是一个 有很多层的示范意义 当然给街友机会 让他们有自力更生 重生的机会 第二个是让我们的学校 也获得一个干净的楼梯 再来就是有很多教育的意义 所以昨天我在学校 也看到很多学生 来跟李立青作家 来签名或者是访问他的经验 我想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典范 希望我们未来有更多的学生 或是更多的街友 可以受惠于这样子的状态 然后让他变成一个很好的循环 有师生主动制作感谢卡 感谢劳力付出的工作人员 及赞助活动的善心认识 从基隆成功国中出发 后续还会前往多间学校 希望从台湾最北的基隆开始 带领落实者洗出自信 回归社会 进而回馈社会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青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